新北市綠色能源產業聯盟理事長 陳輝俊 陳理事長 另外一位是綠生活健康節能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美珍 林總經理 第一位是林子綸 林教授 和大家為我們做引言 謝謝 在座各位先進老師 也有很多真敬的柳老師 張老師 志老師 在座各位武總長 在座各位先進 黃老師 各位大家午安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如果最近的新潮流要進展重點 然後可能他先講結論 所以我想很快在今天 不知道會有些延遲 我再把一些重點 跟各位這邊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主辦單位 黃萌老師 這邊提供希望我們在座個場次 那我這邊會議的資料 我是提供在最近整理的一些社區風變 也是我個人在最近比較關切的 是希望從地方以及社區的這個角度 我想本來是明天早上一個狀況的主題 就是說怎麼樣從這個角度來開始推動 台灣再生的發展 那對於我自己在這個主題裡面 是希望說從中央到地方 這樣一個重點 不過就這樣 那我可以呼應今天 黃老師這邊分配的主題 希望我們再處理 或強調一些在能源效率 主要需求面 這個部分的部分 所以把重點擺在 我們在能力能源 這個重要的議題裡面的一個關鍵政策發展 那早上其實非常精彩的討論 包含歐盟的這個關鍵的一些政策的發展 那我想時間上我們就很快來處理 因為本來其實還有好幾個方向 因為時間沒有辦法把它砍掉 那等一下如果有時間可以再討論 包含第一個是能源效率經驗的 為什麼它應該還是一個最重要關鍵的政策 這樣的重要的政策 那需求面管理其實一直是 我們在談的 這個議題非常關鍵 那我等一下再主要談 目前幾個重要政 世界的幾個重要報告的發展 因為我在這裡希望 在這裡也呼應 現在來提到一個倡議的一個潮流 希望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說關鍵中央的這些 百分之幾的 這些之前的能源效率 跟之外 可以把很關鍵的 回到地方政府 那剛好呼應了 我們在前一陣 在地方政府的這個選舉 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 都已經開始 開始有很多新的政策 但是看起來他們對能源政策 這個議題還是相對很明顯 而且事實上也目前 整體看起來也沒有什麼新的政策發展 但如果嚴格說外 其實如果要追溯 大概在前幾年 環保署或是其他一些能源區 也曾經提升過一些 地方型的能源的一些政策 低碳城市 或是光電的城市 之前說外市的現場 曾經提過 但基本上整體的地方 有這樣的能源政策思考 非常應該說還是不是很完整 那我希望會透過這個機會 把不管從在政能源的發展 能源效率的提升這些 我們希望在最後倡議一個 希望有一個新的 在政能源 或是這樣一個新的能源的 政治的策略 我們從中央也重新再轉到地方 也希望這次的新的 這些縣市首長上任 能重視的能源政策這塊議題 我在最後再處理 那基本上我想 在這邊有幾個狀況的話 可以跟各位做個分享 知道在這裡很多都是專家 也都會處理這幾份報告 第一個是IEA 每年定期出來的 這是WRMF Outlook 最後我等一下大概有幾點 跟各位做一些報告 第二個是IEA 這份25個所謂能源政策的建議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目的議題 大概最關鍵 它屬於像Policy Refundation 所以在網路上也都可以擋 那我等一下做一些 大概希拉麗這樣 簡單介紹 另外一次大家在國立組織上 余澤和平 它在過去十年 大概長期來出版一本 叫做Energy Revolution 它有提到很多的再生能源 能源效率的發展 那我想 從這三份的關鍵的政策 而且在去年最新的政策的發展 可以看出來 化學能源還是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但是他們都一致的指出 其實能源效率提升 節能是最關鍵 所以應該還是 應該必須把它重新放到 所以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大概一直在強調 再生能源 可是節能這一塊 其實在多很多先進 其實都一直在 一直提到 其實我覺得台灣還有很多方向 那整體來看 我覺得有三個重點 它在這三份報告 其實主要第一個提升能源效率 節能的部分 第二個挑戰產業結構 第三個發展再生能源 我想這跟今天 這個大會的主題都非常非常呼籲 等於時間關係 其他兩項 我就交給其他的先機跟獎者 我在這裡 都再針對這幾份報告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在網路上給大陸 除了今天這本 這本要錢 完整版要錢 其他一本都是free 這個它有summary 甚至有中文版 那事實上也可以看到 他在未來的這幾份的關鍵報告裡面 或許他不太可能 這樣可以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長期的預測 他所扮演的角色跟比例 其實已經越來越少 那能源效率跟再生能源 其實是更比例的擴大 各位看到早上的歐盟的報告 其實這個進展的速度 非常非常驚人 那整體來看 其實雖然能源效率跟災害能 被視為兩個 所謂永續發展的兩項支柱 但能源效率跟減能 其實一直被視為 是成為最有效 也是最快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我們一直在這裡面 也一直提到 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電力 我們是一直被浪費掉 那其實 歸於很多不當的產品 產品設計 那剛剛這邊後面 有幾位的朋友提到說 我們這棟我們後面好像 燈很多燈 燈都開著 等一下我們再去反應一下 抱歉 可能很多 據說這一棟其實是有得到綠建築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很多 不盡滿意的地方 其實我個人 我們是久 17到現在還沒辦法變色嗎 真的嗎 171 你說 可以嗎 真的 我知道 謝謝你 那我知道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 就我們自己使用者來看 其實有很多 還可以改善的地方 那 那些決心 跟政策 把這些東西落實 他提出來幾個 我這很快帶過去 第一個是跨部門的部分 這也是現在很多的部分 可能我們稍後 在最後一次 整個slide被提到 台灣目前在能源的部分 雖然我們在組織跟法令上 在未來的主改 可能會變成經濟跟能源部 可是整體 嚇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其實沒有能源的 對應單位 其實如果在做很多先進 其實我們有些 看現在這種 有的放到產發局 有的放到 聽發局 有的放到 其他的這種 單位 或是環保局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 跨部門 不管垂直或水平 這些協商裡面 其實非常的關鍵 那這裡面 其實有包含很多 很多的這種 投資或各類的議題 另外建築 建築其實如果你放到都市裡面 其實是 都市跟運輸這幾塊 建築跟運輸 其實是這幾年的能源效率 快速提升的部門 所以建築其實在台灣 其實某種程度 也呼應了第一項的跨部門 我們最近有很多的 都更的政策 有很多都市更新的 這些大的整理戰略 應該跟這些建築 會有更新的規範 一起來處理 那我們現在的 某種程度來看 還是相對的被動 相關的誘因也不足 電器設備 這裡面相關認證 也是他們提到的一個重點 照明大概全球 大概耗了20%的朋友 也跟整個發電的 發電量相當 所以他們認為 照明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關鍵的一個 簡單的設備 那當然台北市 我知道在最近 它已經全部都換來 有營地燈了 但是並不是 這個 這個很低部 當然很多很多的 細部的部分 必須從政策 或其他部分 再來落實 運輸是非常高的挑戰性 最近幾年 其實在很多全球的 會議上都會在談 這個存在什麼 電線 可能是一個 過去比較少 處理 或是效能 還不太明顯的部分 那產業 產業結構轉型 這是台灣面對的 非常重要 而且長期的挑戰 另外一個是 智慧電網 還有這些相關的 這些設施 行動端 或是相關的效率的改善 事實上可以透過更多的 資訊的這個部分 我最近才聽說 其實台灣很多智慧電網的 相關設備 其實在台灣也是先進 不只在太陽的方面 那其實 國內的這些政策 相關的支持 能力是不足的 那這個可以解決 我們很多很多的問題 能夠能源效率的提升 在這一步的裡面 其實提到幾點 包含 石油再生能源 石油分散式的電網 那 放棄這些相關的這個 污染的 使用 而且他特別強調 這些社會跟資源的 使用的公平 那 提倡相關的元素 這幾點都 應該大家都陌生 但這邊其實在最近 我覺得在相關的討論 特別是如果接下來的 球能會議好像 也沒有注意到 對議題受到重視 也就是 國力上從香港 還有很多的 國力組織都一直在倡議 對化石燃料補貼的 的感規跟移除 如果很多國家 碰到資金的問題 因為 就像歐盟的代表拜託 因為大家都經濟不太好 所以沒有錢投資 可是他們現在其實在 談一個叫做 就是說 怎麼樣從 原來對化石燃料的大量的補貼 轉到再生能源 或能源效率 這些相關的補貼上 所以他可以解決 財政的問題 也可以解決能源的問題 也可以解決 解決減碳的問題 所以在IPC的報告裡面 也把 停止化石燃料補貼 或是化石燃料補貼的改革 作為他們七大減碳策略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 也應該 在未來的台灣的政策裡面 變成中華策略 去年發布的 2013年 I&F 國際國際基金會 他們發布的 關於化石燃料補貼的 相關的報告 台灣是東亞補貼最高的 特別是在電力的部分 這個補貼很高 所以這我想也是值得大家 關注的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是在電氣建築 這個能源效益的標準上 其實這個大家都還有一些 在努力的空間 那電力市場的重整 至少這個在最近 其實一直都被提出來 但是 我們電業法這部分 其實還有 還有大量討論的空間 那另外其實 應該可以做到的資訊 透過如果其他很多的 這種電網 電錶的 設計表 這些起來 可以讓 民眾更清楚 這些了解相關的 這些電器設施 那一直相關的研發的部分 那整體來看 Wireneed Outlook 它每年會有些不同的情勢 那我想 最近大概因為 這個 美國的歐洲 還有一些電源政治 在 油業延期跟油價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 預測可能沒有那麼準 因為 它是在前半年 裡面做的預測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有很多的政治問題 包含 天然氣 沒有 那這些是相關的 一些政策事情 關於能源效率這一點 它提出來非常重要 還是舒緩攻擊壓力的關鍵 這在這份報告裡面非常非常地強調 那當然它提到 化石蘭的補貼 能源超過再生能源 而且它會進一步排除其他的 我覺得這也值得 大家先進大家一起努力 另外一個是災害能源的技術 以及核能還是做完的整理 但是直接各國在這份報告裡面提到 那我在這裡提出 把整理人在最近幾個 很多前面先進提過 但是很久沒有再提了 那這裡面幾個關於能源效率的部分 這個虛擬電廠 好像很多不陌生 但是好像都沒有在放進 我們在最近的效果戰略裡面 事實上如果能怎麼樣來改善 這些耗體效率跟分配 形容建立一個虛擬電廠 那我最近會重新在想到這個是 等一下各位看到 最近其實台灣的 集合環保團結的朋友 那個 綠某在推動一個 one less two greater power plan 邀請首爾式的 這個來做一些分享的報告 他們就 他們在首爾式成立一個叫做節能所 就像一個類似節能變電所 那他們其實就是這個虛擬電廠的概念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可以做一些整合 分散電網 電量 智慧電量 透過這樣的一個改善耗水 跟效率分配 可以來提升這樣的一個效率 那另外其實這個所謂 富瓦特的概念 這其實在幾十年前 Henry Lawrence 這個早期的能源學者 他很早就提出來這樣 這幾年可能慢慢才能重新收到這個 重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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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瓦特的概念 一樣透過幾個能源效率提升 他認為說其實省下 我們可能在從能源效率這個部分 可以再來怎麼樣跟虛擬電廠的概念 做相互相承 這裡面有一些模式 最近其實看到的一些相關文章 還是繼續在討論 怎麼樣透過電力公司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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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希望在或是可以化石燃料补贴的这个议题可以把它带进来 可以逐步移除对化石燃料这些补贴 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做了 英国他们在2020年就这个要移除了 那甚至我们邻近的印尼还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做很多的讨论 那如果我们国家没有钱 那或许可以把这些钱从其他的对化石燃料或对其他非永续的能源 把它做一些做这个转移 事实上可以来解决 我们在这个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提升这边很多的资金方面的挑战 好 时间的关系有做以上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林教授 为我们带来就是IEA在那个能源 有序能源的那个政策方向上 为我们接触了七大重点和二十五项的建议 那也为我们分享了就是 墨尔本波斯顿等等英国日本 还有首尔包括首尔这些国际城市的 整个能源的发展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下一位的引言人 徐光荣 徐教授 也是在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部分 为我们做引言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 也是有关能源效率的部分 不过呢 我的讨论呢 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假如对这个我们的全国能源会议 有兴趣的人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政府提出来说 我们的效率最近改善了不少 那我有一些驳斥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现况是怎么样 那最后我用一点点的时间 会跟大家介绍几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现况 就是我们的人口总能源消耗 二氧化碳 碳密集度 每人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 还有每人每年的用电量 的度数在全球139个国家里面 当然不是全球只有139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际能源组织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呢 它的整理里面就是用了139个国家的资料 那这个是最新的资料 不过呢这个最新的资料 应该是只有2012年 因为他们有两年的这个延迟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的人口 其实不是世界上最多的 但是我们能源消耗呢 二氧化碳排放在全球是排名 从前面看起来 是24名 然后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呢 是更前面一点 那我们的每人每年的用电量呢 是全球排名12的 那假如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呢 在我们的前面是哪些国家呢 卡达啦 沙烏地阿拉伯 美国啦 瑞典挪威啦 冰岛 这不是有自产的能源呢 就是有水有油有气的国家 那这个里面只有一个国家 不是自产能源 需要大幅仰赖进口的是 卢森堡 除此之外 那 假如大家注意的话 我们台湾现在还跟大家讲说 我们希望用电临成长 是不可能的事情 请问 用电 还要成长是用给谁 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 那很多的国家 每个人每年的平均用电量 远输于我们 但是人家的经济发展 比我们好很多 那这个借用 最近的一期的 Economist的资料 他说他是 引用美国的 American Council for Energy Efficiency Economy 那这里面就有讨论到 相当于一度电的时候 你假如节约 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省钱的方法 所有其他的方式 都是最昂贵的 都是比较昂贵 所以大概稍微整理了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子 能源效率提升 最便宜是 六分之一 每分 然后平均是 2.8每分 风 天然气 煤 太阳光电 8到9 每分了 一度 升职能发电 然后核电跟 煤加上CCS 是最昂贵的 所以假如我们节省 一度电的话 成本是只要台币 大概五分 到不到一块钱 这是非常便宜的 那核电呢 在这里面 他这个顺序呢 除了天然气之外 应该我们的整个的顺序 是跟美国是相似的 那核电的成本呢 他列下来呢 只要我们换成台币的话呢 大概是2.85到4.05 是远比台电所说的要高很多 那这个数值呢 其实是跟最近 法国政府 在福岛核灾之后 有很确实的做过一次详细的查核 他说现在运转中的法国核电厂 一度电也是要2.6 2.8左右 而且大家知道 法国的核电厂 是很多是同类型的一起盖的 所以 维修运转的成本要比我们低 即使是法国 那么高比例的核电 它的成本 不像我们台电讲的 一度才0.7到0.9元 那净煤当然是最贵的 但虽然 其实大家注意 我们政府除了 提倡核电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希望继续用煤 然后来发展所谓的 碳的捕捉跟风存 但是他都没有告诉你 这个是要多贵 那其实节能 有好几个部分 节能有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供应端 就是发电部门 的节能 所以这个图呢 是比较 实线是台电的部分 虚线是明英电厂 那红色呢 是燃煤电厂 每发一度电 用多少的煤 那蓝色的部分呢 是天然气 每发一度电 用多少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所以 大家很清楚的 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台电公司 每发一度电 比明英电厂都要用到 多10%左右的燃料 多10%左右的燃料 一直到现在 所以假如这个10%的效率呢 可以提高 台电的发电效率 假如可以跟明英电厂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多出 差不多5%的电 这个没有什么 太多的 extra cost 抵过一个核四 是两个机组都运转的核四 然后呢 假如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电 每年就可以省下 台电就可以省下10%的 这个火力的燃料 相当于多少呢 我大概估了一下 250亿台币 一年哦 你想想看 它浪费了多少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是我们的电力消费 就是谁在用 那大家都很 其实很多人都看过这样子的表 那我们的工业用电呢 用的非常的多 53% 但是大家其实没有注意的是 我们的电厂用的电也蛮多的 8到10% 这个事情是我怎么注意到的呢 因为看全国能源会议的会前资料 有一张政府的资料是这样 你再仔细的看一下 发现呢 我们的政府把电厂用电放到其他 是8.9 所有其他国家里面呢 最高的是美国 4.7 我去查一下 他说这是高速公路啊 那些路灯啊 等等等等 那其他国家的电厂 是不用电了吗 那你想想看 假如是8到10%的电 你想想看 法国可能让电厂用电到 8到10%吗 或者是 美国可能有8到10% 是电厂用电吗 不可能 对不对 那请问这8到10%是 我们的电厂用电是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效率 这个问题没有改善 我们就让他有一个所谓的电价公式 让他从此以后呢 随他高兴 他就说亏钱就要涨电价 这是一个 发电端的问题 所以电价公式没有在讨论发电效率或应否改善 也没有检讨电厂是不是有用电过多的情形 那另外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想要去看这个民间能源会 不是 全国能源会议的资料 官方就说能源效率提升有成 大家看那个红色的线呢 是所谓的能源密集度 就是每生产单位GDP的时候 他消耗多少能源 这个数值在下降 对不对 所以显然我们台湾的效率在提升嘛 但是 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第一个是全球的效率都在提升 全球的效率提升 大概每年改善1.5% 那我们有没有比人家好 好像没有 第二个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台湾很多的 呃呃呃外销呢 都是台湾接当海外生产 去年 其实从2010年开始 我们海外生产的比例 已经超过我们制造业的 百分之五十 那你说GDP呢 GDP是这样子 我们从2005年开始改变了统计方法 所以 海外生产的盈余 不需要 汇回台湾 它只要 承报 那这个钱没有进来 但是列在我们的账上 所以我们的GDP是 虚胖的 而且是越来越厉害 去年 海外生产的比例 呃高达53.7好像这样 所以每一年都不断的在增高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些所谓的GDP的贡献 好大一部分 是用中国的能源 或者是用 越南的能源 那怎么能说这是我们效率的提升呢 所以假如我把它画一下的话 你就发现 一个是 呃 呃 政府的统计是我们刚刚讲的能源密集度 红色的是我们海外生产的比率 诶 两个有非常不错的 互相关 所以我们海外生产越多 我们台湾的效率就越好 好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台湾还蛮有意思的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们政府呢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改变统计方法 好所以过去我们都说啊能源密集产业用了我们台湾三分之一的能源 你现在再去看新的能源统计资料 你发现 诶不是啊 只有20% 10% 20% 为什么 2011年开始 我们改变了统计方法 所以旧的统计资料是黑色的字 所以能源密集产业呢 2012年的时候用了我们台湾快四成的能源 总共的能源哦 但是呢 换成新的数据的时候呢 就只有五分之一了 有意思哦 我们台湾 但大家很多人没注意 很多人没有注意 所以我们会讲说啊 我们好像这些能源密集产业的这个能源密集度也在下降 错 是统计的方法 是玩数字游戏 好 所以 假如你有留旧版的 2011年之前的能源统计手册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之前跟之后 好 那当然啦 住商啊 等等等等 刚刚其实林子伦老师讲的还蛮详细的 所以我这边就不特别的提 住商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建筑物是不是节能 照明空调家电 那像欧盟就非常的先进说 2020开始 所有的新建筑要零耗能 然后呢 他们从2010年起 开始每年改善政府使用的公共空间 每年要改善3% 这一个表呢 是2009年 McKinsey 做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叫做 Unlock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US Economy 这个我建议大家都去看 这个是说 用能源效率的提升 可以让美国的 这个节能做到什么程度 2020的时候 美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那 横坐标呢 是不同的节约的量 重坐标呢 是用多少的钱 那因为美国人喜欢用那个 BTU 所以把它换成 那个虚线的部分呢 就相当于 节约一公升油当量的时候 是18块钱台币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 或者是 我算了一下 大概一度电是5块钱台币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我有一定的这个 converging efficiency 所以假如你看一下的话 最便宜的 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非常非常便宜 蓝色的部分呢 是住宅 浅蓝色的部分呢 是商业 那刚刚这个后面的 比较高的地方呢 也有一部分是住宅的 所以其实 各种节能的方式 有一些是非常省钱的 有一些是比较昂贵的 所以 呃这些条件呢 都可以把它 好好的算清楚 那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详细的这个 把它稍微翻译成中文 那比较昂贵的呢 呃就包括说 比如说住宅的 通风的绝缘 烹煮用的家电 顶楼绝缘 窗户啊等等 那工商业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这样 那照这个 McKenzie在2009年的这个报告 出来之后呢 他说他的估计呢 是以什么为基准呢 是以2008年美国政府出的 能源outlook 作为基准 那美国2008年的outlook里面呢 就预测 2020美国要用多少的能源 他就用他这个做基础 把现有的技术 把它放进来 那所以他的估计呢 就会比美国政府所做的 要呃从这个消费端来看的话 他就可以省229个百万公顿油当量 就是节省 这样子算出来之后 是不包括交通的部分 就可以节省23%的能源 光是节约能源的部分 就可以减少23%能源 那有一大部分是用电 所以把这个换回去 你可以省总共的初级能源 是多少呢 省26% 所以节约能源 光是节约能源 在美国 假如真的都落实 他就可以节省26%能源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潜力 当然有啊 因为我们在任何的 呃呃呃呃呃行为上面 我们没有比美国 效率高 所以假如美国有这些的潜力 我们当然也有 好 所以其实节约能源 至少在2020 就可以让我们的初级能源 省了26% 那这个呢 就在对美国来讲 就可以节省 呃1300亿美金 好 少排放11亿公顿的二氧化碳 好 那当然了 呃这个是 呃稍微刚刚的解释了 呃 那我们这边列了一些 各国的一些政策 那刚刚其实林子伦老师 也提了 呃呃详细 所以就请各位 呃看一下了 好 既有的政策这样 好 呃那我这边就介绍几个例子 这是美美国的那个 纽约的帝国大厦 他前一阵子整个 呃重新改装 没有改外观嘛 好 大家可以看很清楚 但是呢 他换窗子啊 做了很多 所以他的能 呃 能源消耗可以减少38% 这是一个旧的建筑哦 然后那个红线呢 就是他的occupancy rate 他的租屋率 好 就是因为他非常节能 所以大家喜欢租他的房子 好 那呃呃这个呃这个呃呃房 房屋管理公司呢 他同时会告诉你说 他在哪里做了呃哪些地方 节能 有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 花了多少钱这样 另外呢其实还有建筑的部分 其实我对这个台湾所谓的绿建筑蛮有意见的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绿建筑基本上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绿建筑 只是虚有其名 你看 在那么冷的国家 这么 其实他平常白天 尽量 所有的建筑可以不用开灯就不开灯 好 所以柏林的火车站 每天是有一千辆车次哦 来来往这个欧洲东西跟南北 白天基本上是可以不用 开灯 而且他上面还有这个太阳光电板 还可以自产能源 我们台湾呢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房间里 关了黑漆漆的白天要开灯 喜欢地下街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当然刚刚其实林子伦老师也提到 还有今天早上欧盟的报告呢 也有提到 对于运输方面 轿车的规范 那这是 未来就是现况跟未来到2025年 各国对小客车的标准 所以到了2025年呢 欧盟是规定 在欧盟卖的叫新车平均排放 就是一公里不能超过95公克的二氧化碳 也就差不多等于一公升 你大概要走20多公里 一公升的汽油 要走20多公里 那我们台湾是什么样呢 有意思 这是环保署2013年定的标准 他有一个公式 所以我就照他的公式去算了 所以他的公式呢 假如是1423公斤的车为基准的话 他就说规定2017年你呢 你的二氧化碳排放是163公斤 但环保署这个公式非常的复杂 所以车子重呢 假如是比较轻的车呢 1000公斤的车 那你就只能排放126公克的二氧化碳 可是假如你是2000公斤的车呢 你就可以排放222公克的二氧化碳 那要知道欧盟的这个是 平均你这个车厂在我欧盟的地方 卖车的平均排放量 管你车重车轻 你有排放高的 你就必须有排放低的 但是我们呢 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鼓励大家买 大车呢 有这种嫌疑嘛 而且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 那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废热的利用 假如我们是个分散型的地方 这个是Notre Dame University 跟他附近的花房 植物园做的能源的交换 所以大家都可以省钱 花房也少用heater 那这个计算机中心呢 也可以少用冷气 所以其实有很多 很多很有意思的方式 那这个 其实这个里面呢 要提的就是 日本对企业有所谓的 Top Runner的Scheme 就是先 先找出市场上 最有效率的这个产品 然后所有其他的同样的产品呢 就让他们规定 四年到六年的时间 一定要跟上这个效率 否则就要罚款 所以才可能这样子 因为有政府的规范 才可能不断的改善 当然其实为什么节能很难 是因为其实节能有很多的障碍 那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政府其实不管 比如说你去买房子 盖房子的人不是住的人 所以他觉得你不care 那假如这个房价 你要想要好地方 又想要便宜的话 可能他怎么盖的房子 你都得接受 所以其实消费者的 这个选择不多 那另外呢 就是消费者的资讯不足 你去买一个产品 你不知道这个产品 到底一个冰箱 一年要耗多少的电 所以虽然我们有绿色标章 我们也分好几集 所以不从大小 到底一年要用多少电呢 其实你不清楚 国外很早就有冰箱 贴得很清楚 一年几度电 放在冰箱门口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那不然的话就像我们现在 因为资讯不足 假如你真的想要去买一个 最节能的产品 你必须自己花很多的时间 这个其实是很 是很浪费社会资源的了 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呢 能源的花费先开始的那笔投资 有的人没有办法负担 所以又没有办法找到比较好的贷款 所以基本上呢 另外就是发电业者 发电业者基本上 他卖电越多越赚钱 所以他怎么会希望你节约呢 所以这些的这个障碍 其实里面呢 就需要有政府的介入 就是政府的政策要去导引 到我们一个 比较节能 鼓励大家都可以 节能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去做了 那我们台湾对于未来的电力的预测呢 是说 我大概估了一下 就是 先是我们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 目标 是2020回到2005年的排放水准 2025回到2000年 那2000年的这个排放量大概是1990的两倍这样 那另外呢 我们2020的时候 我们预测我们的用电量呢 还要比这个 2010再增加27到40% 所以 早上王图发老师也有提过 就是过度 过度高的这个预期这个用电的增加 让我们其实 做起来很困难了 然后 对于节能的部分呢 说我们 要很艰难很艰难的 才大概能够每年减1% 这是我们政府的态度了 所以其实最后呢 我对于政府的建议就是说 面对现实 不要再去玩那个数字游戏 现在基本上就是玩数字游戏 另外呢 一直在谈 一直在谈 从来就没有认真的实现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 谢谢 谢谢许光荣教授的引言 那从 刚才林子伦教授 还有许光荣教授 为我们带来就是不管是世界各国或城市的 有关于他们如何提升他们的永续能源的政策 那以及还有就是 许光荣教授也为我们也报告了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这样的不作为 以及忽视 我们的那个能源政策 以至于我们的发电效率 却是一样这种数字游戏的方式来 来欺骗我们 以为我们为了经济发展 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用电量 可是欧盟 欧洲的 欧洲人却 他们的思维却是 更前瞻性的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能够节约能源 我们提高我们的能源效率 其实可以提高我们的市场的经济 以及就业机会 那 现在是2点15分 很抱歉 就是我这个主持人要 要稍微控制一下时间 现在是2点15分 那我们预计是这一场是要2点40分结束 那我们接下来请两位语坛人 就是每位8分钟来为我们做语坛 那 那在 接下来再开放大家讨论的时间 这样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 请陈理事长来为我们做语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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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院长 以及 司 理事长 以及各位教授专家 协助 吴安 今天来谈这个 能源效率跟结约能源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站在 EXCO的立场 我当了 EXCO工会理事长 以及协会理事长 12年 那么现在来做这个立社能源产业联盟 然后我也是做过冷冻空调工会理事长 现在又是冷冻空调工会全联会的理事长 所以说这个结约能源跟我息息相关 我是站在务实的角度 在谈这个东西 我不谈高空 我们是讲的实际 到底我们 切电 要不要 会不会要 要关掉一些什么什么 大家的设备呢 要不要呢 不一定 我们看看一下 好 我们开始 这张是电力工期的背景 为什么要讲这张 这张是台电做出来的 我们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来解决 那就工期当中 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电力供应 基本上假如说是按照这个预测来讲 监锋的负载 按照这个负载的话 世界现象 从2020年到民国114年的话 这个成长率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的真正的我们的供应电力 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台电告诉我们说 在110年的时候呢 我们电力呢低于大概10个percent 也就在5.4个percent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呢 我们贝载容量可能就开始要 限电的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 这个时候你用电是不是要节省了 要 那换教授呢 他又把这个东西呢 列出来的很清楚 也就是说呢 他102年的时候 有哪些基础 红色的部分就是哪些基础要推 要除以的 那哪些基础还是保留 还有哪些 什么时间又增加了一个基台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 到114年的时候 这些基础都要台湾掉 达安朗台湾掉的时候 他就降下来了 很低啦 那就是整个降下来 那换教授从这个110年开始的话 已经是低于10%下 开始限电的时候的危机意识的来临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限电 那要限电的话怎么限电 然后呢 我们应该有没有个对策 那我站在一个实物的立场来 来做一个研究的探讨 好 我们看看 下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杰作上面的一个 台湾的这个 呃 就还在这个地方 就表示什么东西 我们的倍车容量还是很高嘛 还是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从105年开始的话呢 可能我们倍车容量 已经低到 差不多将近低潮到最后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基础 在增加上去了以后 又上来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不管它在这个10%有风险 基本上还是应该可以度过难关 但是从这个 110年当中呢 已经降到7个% 7.4%下了 这个是危机的来临 那这个来临 我们应该怎么来措施 这个是我的重点 今天要谈的重点 好 我们就来开始来做一个 节能的盘查 那我们做ESCO工会 以及做这个 我在这个绿色能源产业里面呢 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我们就发现到 到底 我们这个 这个电力的 节省的这个潜力呢 到底还有多少 我们很简简单单的 我们就看到马达效率的提升 从IE1提升到IE3的话呢 基本上你看就有30几亿度都可以节省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能源代用户 我是从新北市 我做354家的 这个所谓高容量的用队呢 大用户里面呢 我们去 350家 去做节能的措施 所延伸出来 呈上全国的能源大用户 诶 光一年就可以节省 大概是38亿度啊 也可以做到这样 那然后呢 我们呢 家用冷气机冰箱提升效率的话 基本上也可以提升这么多 7200万度 还有呢 我们前面使用L1灯的话呢 就光新北市 泰换掉 L1灯的话呢 基本上用L1灯就有17亿度 对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在冰水主机的泰换里面呢 我光光转电机电子产业 其他不讲 光电机电子产业 那么我们 就是光差不多有1200坛的 电机电子产业 然后有 大概是163万冷冻吨的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节省能源 大概算下来 大概一年也都大概 是有11亿度的电 然后 节省下来的话呢 我们用云端的智慧能源管理的话呢 基本上 也可以节省到41度 那么我们渗透率是 以10% 它而且 我们节省力平均下来 这个协责专家都有做 在做能源管理的话 基本上平清 大概会节省 十几个% 那再这样的话呢 有四十几亿 那照明的话提升有这么多 还有其他的 空压 锅炉 热棒 这些 光旧旋转设备 这些等等 用云端这些 通通 这么简简单单 就有几百亿度的电 会节省 那就是目的是告诉我们干什么呢 既然是有这个地方可以马上做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来做节省能源的话 从旧地方着手 是最快 而且立竿见影的 为什么不做 所以呢我们呢 从旧地方又看出来 那就是什么 内政部有提出来 102年10月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从旧地方 从旧实际指摘 100年就是实际指摘 就是预测出来的 那么假如说是我们 没有做节省能的措施的话 我们的这个 每年用电的成长率 大概是以 我们用这个 2013年到2030年的GDP 每年的平均成长率 大概是3.65来做计算的话 基本上我们用电 假如说是没有来做管制 没有做节省能源的话 那基本上大概是 还是2.3%的成长率 那 那你经过做了这个节省能源的以后呢 大概可以降低到1.7% 7% 那就中间这个GAP呢 就是我们会做节省能源的一个机会 那就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工业部门 光工柜部门 就可以节省多少 假如说我们就是 2012年 是这个地方 那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从2015年的话 会节省35亿 那到这个地方还有200多亿 那这个GAP的话就是告诉我们 应该是什么 现在就开始着手 这个是工业部门的 那这做下来的服务部门的话呢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我没有写出来 这个落掉了 是2.44个percent 那假如说我们做节省以后呢 大概是1.48% 那这个GAP也是相当大 就是服务业部门的 那我们再看看 最重要是这个 住宅部门 住宅部门 大家以前都不注重 那我们从旧地方就会看出来 住宅部门的话 基本上 它的基线是这样 大概用电成长率 诶到旧地方的话呢 到一年 在2030年 它可以达到什么 负成长 就表示说 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家电 还是可以做到minus 也就是说呢 根本不必在成长 一直成长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GAP 很大的一个空间 一般人对住宅都不注重 其实住宅的耗能 也是相当的大 因为我们有几百万户 八百多万户 好 这样一来 那我们就是来建议 除了三个部门 住宅工业服务部门 要做节能以外 最重要呢 我们有几个 第二个呢 就减低我们的 所谓的监风用电 那既然监风用电 就是说 要控制我们 不要超过 这个节能风用电 太多的话 那移转的话 那这基本上 我们就不要 怎么样 将来就不怕 没有电力亏用 对不对 那减少电力办法 那最重要就是说 大型的空调系统 比如冰水足迹 前面来做 助汇电表 就挂表 现在所有做研究计划 都是没有直接 到现场挂表 这个都是做假的 不是真的 那你应该是要现场挂表 realtime online 马上会看得出来 那旧东西来 实实实实在在来执行的话 做云端挂表 而且现在云端的技术 ICT是全世界 排名第二 一二三名之内 那换教说 这个机会就到了 那就做节能的话 就是非常实际 所以我们意思是 意思是要赶快 好我们赶快 那第二个的话 节能技术的推动方向 要定义主义化 这些等等 吸量缓硬 还有储能技术 这些等等 那这个东西都是亏作 但是最后 我还是要讲这个 刚刚讲的 林教授 那他讲的 林主任他讲的 就是说我们 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Initiate 在韩国的所有 你看看 在2014年 他已经他为了减少一个核能发电厂 他做了十个行动方案 要少掉一个核能厂 你就可以想到 他做几个十个方案 一个PV太阳光电发电厂 燃料这些测试 还有助威程式 还有这些 你看他大众运输 竟然已经集了 15万的会员 来共产的机制 做出来了 就都是实实在在 会实现的 所以台湾要做节能 要实实在在 那这样的行动方案 给我们做借信 我最后的一句话 也就是要跟各位报告 这个 德国跟日本 他们做成了节能最成功 那韩国 这个德国呢 最主要是 谈判了23年的 政府跟民间 来做教育沟通 沟通了23年 现在呢 德国呢 现在以前是输入的国家 电力输入的国家 现在是输出了 已经电力过剩 非常头痛 那 另外一个日本 沟通了20年 现在日本是全世界 老百姓 节能减碳 主要政府发表 发表了一个 节能减碳 他的工作的话 他都遵守 他们已经教育非常成功 那么就沟通 就是什么 到村里 一个对一个 都做教育的工作 而且做得很成功 这一点 我们政府 真是要实实在在来做 好 因为时间有限 简单报告 谢谢 谢谢 谢谢陈理事长 那 就帮我们一起盘点了的 现有的 这些 服务业 工业 以及住宅的 那个 节电的一个潜力 那 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从 呃 呃 呃 林总经理 然后 就是从一个 健康节能 这样的一个概念 嘿 来为我们做语谈 嘿 欢迎他 呃 大家好 呃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因为我现在是 呃 事实上 之前理事长 我在esco工会是 去年是理监事啦 那 现在是esco工会的 产业发展委员会的主任 那 基本上 我是以这样 应该是这样来 这个代表工会 这个 针对节能这一块 跟大家做个报告 那 我想前面呢 不管是林教授 还有我们理事长呢 各位 大家都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在讲这个 全国能源这个议题 对台湾来讲 节能减碳 应该是一个 我们非常可以 注目的地方 那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我们更具体化的 我们应该对 台湾的政府 我们有什么样的 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要做到 这个节能减碳 事实上 那从法规面 从政策面 从补助面 甚至民间的金融面 怎么样去 这个做一个环境的 这样的一个建制 才能让我们在节能减碳 这样的一个 这个 期望 能够落实 那我就针对这个 做个报告 好 那第一块呢 事实上呢 我们希望呢 能够建议 我们政府 在这个 气候立法跟政策上 尤其 我们其实我们过去 台湾政府谈了非常久了 就是这个温室气体的减量法 一直都还没有通过 还有这个能源税的 这个相关的部分 另外呢 在这个能源效率的 这个标准上 那这个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 政府有没有在做事 有 可是事实上呢 就是说 在这个各方面的 这个 从我们刚刚讲的 转动机械 空调 冰水主机 照明设备 这些等等 现在都有所谓的节能标章 可是这些层面呢 事实上 我们还有可以 更加的在 这些设备的这个效率上 能够不断的提升 那当然 这要借助我们国内 或者国外 这些在这些设备厂商的 技术上的提升 能够让我们的设备的效率 能够更好 那尤其呢 事实上呢 在工业 不好意思 在工业跟这个 住宅跟运输部门呢 事实上呢 我们第一讲 节能 在过去呢 政府所 这个辅导的 主要的产业 其实就是 EXCO产业 那EXCO产业 能源技术服务产业 其实一直都是在 节能这个领域去 这个自律 协助 这个政府能够 落实节能减碳的 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 政府的建言上 事实上能够 希望政府在这一块 能够更多的琢磨 然后能够 这个大力的扶持 我们能源技术服务业 落实节能减碳的部分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给大家了解 参考一下 就是说 根据呢 这个联合国 他即将在2015年 会通过一个 这个所谓 巨法律效力的 这样的一个 不好意思 巨法律效力的 一个气候协议的承诺 那这个呢 对大家 对台湾 虽然我们不是 经地预定书的一个国家 可是势必 对我们台湾 不管是从产业面 从未来我们出口的产品 各个层面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出口 为导向为主 未来我们的产品到各国 各国的这个 buyer 都有可能要求 我们必须是 零耗能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碳足迹 必须要相较于 其他的产品要更低 那这都是我们要去 注意这样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这样一来呢 相对来讲 对我们台湾潜能减碳其实更为重要 那这边呢 是有一些数据是让大家要了解 英国 法国 德国 他们在潜能减碳 多么的积极 因为 我举法国为例好了 法国现在他们的建筑 已经低到每平方米 50度的耗电 我们台湾还在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我们台湾还在每平方米的楼地板面积 耗电至少120度以上 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全世界各国英法德 人家做了多少 那刚刚我想前面的教授也报告 德国 理事长也提到 德国他们有做的多好 所以这些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都订定了非常积极的目标 甚至呢 是2050年呢 他们要达到 减碳80% 那潜能减碳 我想这边补充一下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除了潜能减碳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事实上这在全世界已经被视为一个新的绿能产业 是能够创造经济繁荣 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 所以事实上潜能减碳 对我们台湾政府来讲 对我们台湾全国人民来讲 是有双重的意义的 不是只是节省成本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还有创造我们绿色的一个竞争力 创造更多的蓝海 那这是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呢 事实上呢 据说其实我刚才有提到 因为我们自己也参与了很多政府的这个 节能减碳的一个案子 从环保署的低碳家园 到这个所谓的各个校园 或者是这个辅助商部门的 所谓的节能减碳的绩效保证专案 我们自己都有参与过 所以政府有没有做事 我还是必须强调 是有的 可是够不够 可能还不够 好所以呢 在这边呢 事实上我们还是会建议 政府在这个节能减碳部分 会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 那事实上政府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努力呢 也让我们超越我们这个最最看在眼中的这个韩国 我们比他们的这个减碳量还要更好 我们的温室气息还要更低 比他们还低 可是呢 即使是这样我们工业部门 还占了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48.6%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建议是建议我们的工业部门呢 政府能够在这一块 加入更多的资源跟补助 能够让这个工业部门呢 在这一块的节能减碳能有更好的一个这个 这个达到我们更好的一个这个效益 让他的整个能源使用的效益能够提升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能源局的一个这个统计 工业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占我们48.6%的一个好点 那这个是数据 刚刚这个support我们所谈到的 就说我们现在是超越韩国 不过刚刚有一位这个老师 已经这个有谈到2012年更新的数字 那事实上呢 即使是我们现在排名全球第21名 或者是第20名也好 我们的每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 还是全球的平均值的2.5倍以上 所以这也是凸显出来 我们台湾为什么在这一块需要有更多的琢磨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谈到第三个建议呢是 我们说要节能减碳 那从法规除了规定以外 我们还是需要萝卜跟棍子并行 所以在这边建议呢 除了法规上我们希望 温减法跟能源税 能源价格合理化 能源效率标准这些 从法规面来琢磨之外 那我们希望就说从这个萝卜的这一块 能够也能够政府能够有一些琢磨 那刚刚其实有一位老师有谈到就说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 他们其实有建立所谓的碳排价 碳税碳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碳交易的市场 那我们能不能在节能减碳的这个法规面 补助面的同时 在台湾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 让我们节能减碳下来 节省不只是节省能源成本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节省下来的 未来 我们叫Quota 未来能够把这样的额度 拿到国际市场去做交易 那额外的又增加创造 另外一个 不同的我们说绿色的income 那所以呢 这个只是 这一页呢 是让大家了解 现在全球73个国家 11个地方政府 全球有超过1000家的企业跟投资机构 他们都在推 推管这个所谓的二氧化碳排放价格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所以尤其像世界银行啊 联合国 他们也都在都在推举这样的一个方 这个制度 那这个事也足以让我们台湾值得借进跟学习 那我们也希望政府在这个方面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考量 建制这相关的机制 好来 这个促进我们这个 这个 节能减碳的这个动力 能够更强 那当然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这样的一个碳的 quota 卖给全球 这个2013年 这个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前十强国家 为我们创造这个不同 不同于我们赚的那种血汗钱 劳工钱 然后赚这个所谓的 这个绿色经济的钱 好 那最后一个呢 这个是谈到是说 节能减碳 目前还是 刚刚其实有很多老师已经报告 还有理事长也有报告 目前还是降低温室气体最有效的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 可是喔 事实上在过去以来呢 节能减碳 最多的障碍呢 事实上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法规面 蘿蔔 棍子 之外呢 事实上财务资源一直是一个议题 是一个障碍 而且这个障碍不只是台湾 事实上 全球也都有 很多在节能减碳这段的产业 遇到这样同样的议题 那这个图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是一个 世界银行组织 他们的consultant 所做的一个报告 那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来告诉大家说 节能呢 事实上是一个最有效的 好 这个能源效率提升的一个solution 而且也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降低这个 不管是供应端需求面的 好 这之间的这个差异 好 这个这个降低 还有呢 提升我们能源安全性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好 那这个是根据世界的一个这个研究 到全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好 预估到2020年 在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块 我们要降低呢 还是65% 是仰赖什么 仰赖节能减碳 因为它还是最有效的方法 即使是到2030年 还有57% 好 需要讲这个靠着这个节能减碳 好 来帮助我们有效的排这个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那大家可能会想温室气体排放为什么很重要 我想 大家这几年历经这么多的这个风灾水灾 还有全世界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气候异常 好 所导致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这都是非常重要 好能够 让我们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降低 那提升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好 那这边最后呢 谈到就是说 好 呃在这个 Ander Efficiency的障碍上 有四个层面 那其实就是在财务面的部分 那我直接跳到这张图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在这一块呢 会建言呢 政府呢 做些什么呢 其实从政府单位呢 事实上 是不是能够成员 成立一个所谓的能源基金 从民间跟政府的合作上 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所谓的 风险 这个风险的share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或者呢 就是信用 信用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从民间呢 事实上在国外呢 他们也很多 这种所谓的 我们讲私募基金 他们也投入到 这个所谓 节能减碳的 这样的一个 也就是说 有节能减碳的案子 私募基金 变成它是一个发行股份 它来投资 所以在国外 在这个财务面呢 有很多的 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financing mechanism 足以让我们台湾的政府 可以去接近 去建立这相关的机制 好 那我想呢 最后一部分呢 最后一项 这个是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又有把国外这样的一个 这个财务方面障碍 如何去解决 建立什么样的财务支柱 能够帮助我们节能减碳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 这个方法 这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能够更有效的运行 那最后一点呢 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说 因为刚刚有谈到 李市长也有谈到 我们说节能减碳啊 那我们也谈了智慧电丸 可是老实说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政府没有建立很好的基础设施 我请问 就是 我们就讲 少到一个小家庭好了 你在家里 你知道你的用电状况吗 你的空调用电多少 你知道我们用电多少吗 智慧电丸可以看到 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家的总用电 可是事实上 他能不能看到他的西向用电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那这一块呢 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 是说 其实在全球呢 从2000年 美国他们就已经 推广所谓的 ISO501 能源管理体系 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 管能源管理体系 来协助 不管是产业 或者是政府 甚至是到家庭 住商 服务 工业 他们如何能够有一个 能够把他的这个 所谓的能源管理 节能 不只是达到节能 甚至是永续的管理 那事实上呢 政府是需要一个 这个大为推管 这样的一个 体系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这里 举一个小小 另外呢 就是 在建立这个 ISO501 这个基础 建设的同时呢 我们也建议 因为刚刚 陈理事长有提到 我们国内ICT基础 也是非常好的 能够结合我们国内 所谓的资通讯 不管是云端 或现场的能源管理 软硬体平台 因为 没有资料 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管理我们的能源 我们不知道 有效率的去 我们不知道 怎么找出 节能的空间在哪里 所以最后一点的建议 就是建议 我们政府 应该在ISO501 还有能源管理 软硬体的这个设施上 能够在全台湾普遍的去 奖励资助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举一个 最后我举一个小例子 因为已经超过时间了 后面资料大家自己看 最后我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国外的一个工厂 美国的一个工厂 一个小小的模具 塑胶工厂 他因为建立了这个ISO501 他也用了云端的能源管理系统 光是这样 他不花什么钱 他就省了12.5%的能耗 那这是一个很 因为前阵子我刚好在帮人家上课 那12.5%他做了什么 他只做了他的这个 他有一个这个 占他们用电最高的 叫做CHP的系统 他只调整了 藉由能源管理系统 他知道了 他在该负载的时候 真正需要他这个去做运转 负载的时候 他用了 可是不需要运转的时候 他还在耗电 他还是百分之百在耗电 因为他并没有根据他实际上 这个机台需要的运转的时间 去调配他的起停时间 或者他的这个能源的 这个供应的时间 那他经过这样一个调整 不花什么成本 他就省了12.5% 所以为什么 我会特别强调这个ISO501 跟ICT能源管理资讯软硬体平台的建立 对于我们在节能减碳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 也值得建议给政府 我们应该做这一件事 好 谢谢各位 我的报告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谢谢林总经理 为我们提出了政府这么好的建设性的 包括能源管理这样子一个体系的一个平台 建立的这样一个建议 那接下来已经超过时间了 对不起 还是主持人没有控制好时间 我们现场就开放三位好不好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下一场的主题要讨论 那是不是我们就开放三位 好 就是看是要针对两位影言人或两位语谈人的回应 那 呃 这边一位 好 那我们就是三位提出问题之后 我们再请两位语谈和两位影言人一起一并回应 这样好吗 好 好 那呃就是 呃 这边一位还有没有 呃两位 嘿 那还有没有 就是麻烦你简短发问或者是分享 都可以 那三位 好 一二三 好那就三位 那每人三分钟 好 那回应我也希望说是尽量简短也是以三分钟为限 好 好请 呃大家好 我是那个颜良房的职协会总干事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个 因为我们国内的那个就是绝严能源方面做得很不好 那事实上 呃我个人是认为有需要成立一个所谓的专责机构来处理这一类的事情 那这次的那个全国联合会里面也建议学习日本韩国的成立结人的专业机构 那事实上国内如果成立这样的机构 会不会就是有那个变成是一个呃所谓那个多了一个组织机构 啊这样是要成立一个法然的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呃我想请问那个陈理事长 然后如果成立这个机构之后 会不会对原来的esco这个部分的产生一个压抑或竞争的一个 一个情况 就是说使民间的发展比较不好 呃不曉得陈理事长的意见怎么样 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请 呃等一下我们待会一并回应 来请王教授 呃 我首先非常谢谢那个陈理事长 因为他从实务面 那个可以做到的这个东西告诉我们 只要把这一个节能做好 我们不会有 呃限量的问题 但是我另外要补充说明的就是 呃他们所提供的那个都是台电预估的那个资料嘛 对不对 但是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预估未来那个经济成长率都是高估 这个就是我早上讲了 事实上他都先把未来电力需求高估非常多 因为马英九执政那几年前面四年我们算过 经济成长率才2.7% 他是用百分之五去算那个那个电力需求 会每年百分之3.75% 所以才那么高 然后说到这个二二 刚刚看的是民国一百一十年才会降到7.4以下 但是之前他们出来讲都是讲到到2015年 就会到7.4以下就会有限电的问题 这个这个都是都是拿一些这一个试据哦 呃造出来的这个试据 然后来威胁大家 那另外刚刚那个子伦那报告的 那个说我们在2009年有省下 因为因为电价涨然后有省下一度电 那个也是不对的 因为因为那个问题 并不是因为涨电价然后让你省电 2009年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是-1.9 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差的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业用电都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一年当然就少用啊 是那样子造成这个省下一度这个核冷的 所以所以这些很多资讯哦 大家要把它弄清楚 谢谢 好谢谢那第三位 各位午安 我叫朱水文 我以前在中华定义上班 我现在退休 我退休在做什么你知道 每天打1999 为什么呢 你会觉得台北市很好笑 两公尺两个路墩 有时候一公尺也两个路墩 所以 你说我们这样的经费是怎样花的 结果我反映以后他们拆掉了 那台北市还有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 监察院 他的公布栏放了一个电视 谁在看 我想在座大家没人去看 我请他拆掉他拆掉了 但是警政署呢 他门口也放了一个电视 他跟我回答 他说我一个月才花几十块的电汇而已 所以我们怎么截能检探 大家打199 接的不合理 就拼命打 谢谢 好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是请陈理事长 那林教授 林子伦教授 是不是也要回应 不用 好那我们就请陈理事长回应 谢谢 刚才那个专家讲的就是要不要成立这个节能署 我觉得就非常好的一个意见 我公贵报告 我在研究世界各国的这个 推动这个节约能源的这个 推动的这个成效 每一个国家都是布局 日本也是一样 都是经济发展神 那这个 这个 就中国大陆花改委 这个下来又更大 另外呢 还有这个德国的话也是这个 联合国 他这个欧盟的这个整个 就是 都是布局的 只有围堵台湾是能源局里面的一个 推动办公室 还有推动办公室里面一个成员 还要管三个机构 连一个一个 配配配制的人也都没有 当然效果是会比较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老师建议 这个会影响 会不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 EXCO产业的发展 假如说 有这些 比如说能源署的提供 这些的机制的话 就像 我们这个 这个韩国 有一个叫做 能源基金会的建立跟营运 的这个机构 帮忙 这个产业 EXCO产业效益 太棒了 为什么 我们做BASSLINE 做这个整个要财务融资 这些东西 只有你的研究计划 达到他的委员 审核通过 马上全就下来 我们这边不是啊 我们啊 牙人手蚓都会来 去人家做一个 很多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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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利率啊 有非常的高 所以说 对EXCO产业非常 妨害很大 我简单报告不是这样 不晓得 可不可 另外 谢谢 谢谢 呃 林总经理也有回应 那另外呢 我想针对那个 中华电信 因为我们 应该过去 我们也有机会合作 我想喔 其实我们刚刚 在我谈报告里面 有谈到能源管理系统 因为 没有错 其实上次 我们讲 从工部门到私部门 都是一样的 有很多的资源 能源浪费 其实就在我们每天 不注意当中浪费掉了 那为什么刚刚 谈到能源管理系统 事实上 他有一个 就是能够 帮大家管理 我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工部门 所有的部门 都有能源管理系统 事实上非常容易 所以 你每一个部门 同性质的部门 他有这些能源资料 我们只要要求 他公布 我们就知道 他每楼地板面积 耗电多少 然后他一公布呢 全台湾各部会 或者是各的单位 各的地方政府 通通来做比较 一公开 大家马上看得到啦 哪一个部会的 这个每楼地板面积耗电 为什么比另外一个部会 还多呢 所以这个可能就 就会让你节省一点 1999的这个时间 可是呢 事实上呢 就能够轻易管理 不管是从各部会 到各个这个 我们国内的产业 甚至到我们各个家庭 都是 那最后呢 我想回应一下 刚刚谈的就是 我们刚所引用的数据 没有错 因为我们还是以政府的数据 来做引用 可是我想就是说 有一点我想说明的啦 就是我们未来五年 十年的经济成长 会是如何 其实在座我想应该 没有人能够说得准 那从一个用电的一个角度呢 我相信啦 在座每一个人都希望 我们未来的经济成长 能够回到过去的熔景 是4% 是5% 是6% 那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 因为我刚刚说 没有人说得准 所以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用电的配比上 我要强调 我并不是强调说 我们现在台湾政府的 这些基载啦 或者这些预估啊 对或错 我没有讲这件事 可是我们确实政府 是要多考虑一下 我们的能源配比 包括再生能源 这个是不是要提高 那 回过头来 我说这个被载 跟基载 还是必要的考量 因为我们不希望 未来如果 我们台湾能够 重回过去 5-6% 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你如果在那个时间 你要再来建立这些被载 因为时间 不是你马上要盖 马上要扩建 就可以的 所以 这个我想也说一声 那因为我想今天 这个 从我们这边讲都是 从民间 民元会议 我们希望大家要做的是 我们建议政府 我们希望是一个正向 我们希望 对政府 提供 更多的建议 让他做得更好 让我们在台湾这个 这个 家园里面 能够生活的更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个场子到这里结束 那从今天的 与会的专家 学者也告诉我们 就是 节能呢 是最好的发电 那减碳呢 减碳是最便宜的供电 好 谢谢各位 包括在对 核能的疑虑 然后包括 在那个电力的需求 电力的这个需求面 另外其实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那个台湾的 再生能源 未来我们的这个 发展的可能性 根据这个德国 那个PTW 就是联邦能源跟水经济工会的 最新的这个报告指出 在2014年 全德国 他们的这个混合的这个 电力的这个比例上面呢 再生能源 其实已经占到25.8% 其实这个是在所有的比例里面 已经是最高的 他高于 他总共发了1亿5千 700万度的电 那他 呃 比核能 占 核能现在占的是15.9 所以高 远高于核能 另外就是 也高于赫煤 25.6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可是大家都知道啊 德国的那个 呃 现在是 下午将近四点 再晚半个小时 德国的那个太阳 就已经要下山了 那在那个 风力发电 德国宾士级的这个 风力发电机 到了台湾 呃 每一分钟转的运转 呃 可以发一度电到台湾 变两度电 所以 呃 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不管是自然条件上面 齁 还有是 另外就是 呃 刚才说的 呃 太阳能发电的部分 其实台湾的太阳能板 占台湾的 呃 占比是 呃 世界第二名 那待会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不管在台湾 太阳能 风能 呃 或者是其他第二个发电 呃 早期发电等等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 呃 潜力 而且呢 太阳能的这个 太阳能板的那个 能源转换率 现在已经提高到 百分之四十四点七了 齁 呃 未来怎么样去 呃 呃 再生能源 其实也是一个未来一个很重要的 的方向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的那个 呃 能源 进口 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那这些的能源 可能就是核能啊 赫煤啊 就可能是 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对健康有疑虑 可能是安全有疑虑 或者成本太高 齁 或者是造成我们的健康的 这个影响 那未来再生能源 如果他一起努力 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些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 邀请齁 齁我们 呃 这一场齁的引言人 呃 跟雨潭人 帮我们分别从太阳能 呃 风能 跟地热能 呃 跟我们一起分享 首先我们就邀请 中华美国太阳 呃 光电发电系统商业工会的 创会理事长 林山田先生 来跟 林山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 老师欢迎 大家午安 这个我们 这个第二届的理事长 今天又来 这个理事长又来 哎 我们也欢迎他一下 我们 我们这个会啊 齁 我是觉得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啊 我这边有几个意见给举办 当然 我们 如果这一份啊 我相信大家都是专家 啊 大家如果看了 看了觉得 不错很好 我 我是想要像我一样 到各地 散播到各地 各地去 各地去开 这个演讲 哦 宣导三民主义一样 到处去 去讲民生主义 民 民权主义一样 或者 我们大家都认识 这个没有力量啊 在取卵而已啊 对不起 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讲事情 那 像 我们这个 我们工会里面 一次来了二十几个啊 十几个 都是到各乡镇 去推广的哦 他们都是到各乡镇去讲 太阳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投资报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 我是认为说 今天我这个讲义路 我觉得大家好 也觉得还不错 可以当你们去推广的话 就是 请这个 这个的主办单位啊 就是 上 放在网站 让人家认行download 都没关系 那因为我的讲义 我可能会讲一半 那我会尽快 讲快一点 这是 第一个 这是我们先讲 这个全球太阳光电 发展的概述 还有这个三个国家 德国 中国 日本的光伏能源的一个简介 还有台湾能源结构 跟太阳光电 的一个政策的说明 那 我们现在讲 全球光伏能源发展的一个简介 我们从 最新的报告 就是 去年十月 还有这一个 这类的 十月的Solabase的报告 还有 这个刚出爐的 这个 2014年底的报告 我这边 讲义里面都会讲 然后 把这个亚洲 再生能源的策略 这边也会做一个统合 那光伏能源产业的趋势 这边会讲 全世界 2013到2014 3月底 整个全球的一个占比 中国大陆 日本 美国 他整个占比 61% 那这个 这个是安装量 那在制造量里面 中国大陆 全世界最大的太阳冷的一个 这个 出租国家 他占了将近70% 那台湾呢 16% 前天 台湾被美国双缓之后 相信台湾又会有一波倒闭潮 跟整病潮 这个 这个 从这十年来的太阳冷光电的一个产业趋势里面 他是一个很难投资的 大家都知道 他绝对 绝对是 现在的 发展 绝对是 这个太阳冷绝对是属于第一 第一选位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他 他面临到非常大的竞争 跟政策因素的影响 所以 一般 玩股票操作的 可能都没办法 那 世界上 最大的 电厂啊 现在在去年的11月28号 已经 已经运作了 他等于同一个活力化电厂 那 可能马上又被盖过了 一个600多M的 会 会出来 那现在 这个太阳冷 的一个发展 已经到达到 这张 这张特别要来讲 就是说 已经到达到 一个太阳冷电厂 就等于一个活力化电厂的 一个发展趋势了 那 这个是 聯合国 REN211 的 21世纪 在去年6月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 他讲啦 在2013年 总共全球累计 139G 那 预估2014是200G 没有错 2014的报告已经出来了 是200G 那200G 就等同什么 等同30座的核能电厂 那 这个 在欧洲 各国里面 在发展太阳冷 这个全球报告里面 太阳冷 每年提供 227万个 救 这个工作机会 这个是 上个月的 报告 就是 2014年 等 一年 就装了50G 全球累计到 200G 等于31座核电厂 那31座核电厂 的发电量 告诉你 为什么 油价会 会 那么大幅的下跌 那大幅的下跌 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当然有这个 页岩油燕溪的一个问题点 还有这个 各政治因素的问题点 最重要的 还是全球 太 再生能源的发展 你想想看啊 这单一个 这个 太阳冷的 装设达到 200G 達到31座的 这个 核电厂 那等同 多的活力化电厂 也等同 約40座的活力化电厂 活力化电厂 裡面的 燃油 的部分 全部被取代的话 那油的需求 当然也会被取代掉 所以这个 油品的竞争 现在是 这个 以我个人的 认知 分析是 这一个 产油国家 要跟这个 月圆器国家 要去做 这个 你死我活的竞争 所以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演变 那这个 IEA2014年 它预估到 2050年的 一个成本预估 这个成本预估 里面 它 非常 非常 这个 让人 訝異的 短短的 再生能源 10年的发展过程里面 大概 2020年 它 一度增的成本 3.15 那 3.15 都已经远低于 目前 台灣電力公司的 平均价 4.67 就 已經比它低很多了 然後 到達 2030年 變成 2.1 就是 針對 這個 再生能源的部分 太陽能的部分 更可怕的是 2050年 1.35 那 這個 已經打破到說 這個 這10年來 所有的 報告 你去看 去年的報告 前年的報告 每年的報告都不一樣 每年的預估都是錯誤 但是你會看到 這一個 這一個的 全世界 IEA的 預告 它沒有錯 越來越便宜 所有的能源 可以讓你 越來越便宜的 只有太陽能 只有 風力發電 而且是太陽能 的表現 是最優秀的 什麼能源 可以讓你減價 只有 費用的越來越少 這個 又 台灣沒有這個 核能產業 沒有核能產業 你根本 沒辦法取得 你的設備成本 跟 來料成本 你根本就不會 有競爭能力 這部分 可能要特別講到 然後 IEA 2050年 全年會達到 3000基 就是 462座的核電廠 這樣的一個 一個 發展 可能會給各位做一個 未來人員發展的一個分析 然後我們來看 在 2020年 它會佔全球的1% 那 2030年 它會 太陽也會佔全球的5% 那 2040年佔9% 2050年會佔到 11% 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個 免費的能源 可以 運作到 佔了 一成以上 好 這一個是 安裝筆 這全世界 總共有400 這個 31個國家 有435座的核電廠 這個是我在 2012年 統計出來的一個 那在台灣 台灣在2012年 統計的是 這個 安裝量 是0.22G 這個0.22G 就是說 我們13年來 今年是0.5G 0.56G 一樣 只有千分之八 連1%都沒有達到 所以 在台灣 推行 這個 再生人員 跟其他的節能 的過程裡面 它是 連1%都沒有達到的 那我們來看 人均 這個 IEN2014的報告 我們把 他們的發展 除以德國的人口 我們得到 每一個人 他們的乾淨的人員 的配比 是446瓦 那台灣 台灣的發展 在2013年底 是392 每 除以2300萬 每一個人是17 我們是 我們跟歐洲怎麼比啊 我們跟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核能電廠 化國怎麼比啊 我們化國還有69.7 就是 這是 對於 目前的執政黨 我是覺得 追堂 不可思議的 後面的兩個字 你們唸 這個是 無法理解的 然後 全世界的 再生人員的 一個政策 從中國 日本 日本 韓國 澳洲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沙烏地 阿拉伯 這一些資料 每天都在更新 然後 這個澎湖的報告 也一直出來說 所有的公用電營業 包括核能 火力 一直被打壓 這個核能電廠 一個 剛剛有人講說 是那個日本朋友 他從六座 我在這個 去年統計的是四座 這個美國的 這個核電廠 關閉了 這一些 這一些事情 告訴大家 一件事情 這個 再生人員 對抗的 對抗的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集團 這個集團 是所謂的 這個 石油集團 跟武器集團 因為石油 都是引來戰爭的 那全世界最可怕的 這兩個集團的 稅客 監客 他們每一年 都花幾百億 在做遊說政府的工作 再生人員 太陽能 風力 打破這兩個集團 所以 基本上 這一個非常艱辛的 一個戰爭 能源 本來就是一個 利益分配的問題 地球就是那麼小 就是那麼一顆 你能源就是你奪 我搶 那不用錢的能源 已經讓這一些需要 潛的能源 來產生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我們要努力的 可能就是要去面對它 去抗 去抗爭它 然後這個 那個產業的一個趨勢 我們在歐洲占比 這部分我可能會很快的跳過去的 講一些重點 然後 這些事情 我也是要跟這個領導人講 如果你沒有遠見的話 你會被翻掉 這個真的是被翻掉了 這個是要講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來看 最近的一個消息 2014年 2015年 這個 我們的這個 全球產能 產出 已經 功過於久 今年的產出 這個模組 只有64G 但是 今年 預估可能還會帶50G 所以我們的產出還多了 將近15%到25% 所以 這個產業 你們在玩股票 可能要小心一點 它漲不起來 它 它可能 可能這個 股票 玩能源股的 你們自己要去衡量 就是說 產出遠大於需求 這部分的數據 給你們了解一下 然後 能源趨勢 這個 每一個 現在下一個 印度 最近 常來台灣 這個 舉辦活動 也 也在 發佈很多 一個訊息 而且都是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個計畫 這個 這個 亞洲地區 可能未來 未來 會是一個 第三大的一個需求 這些 然後 化果 這個是比較討異的 同75%的 合比 降到50% 然後 他們告訴全世界說 因為核能太貴 只有 他們是有核能產業的 他們是做核能出輸的喔 有一個核能產業的人 他跟你講說 這個核電最貴 那我們沒有核能工業 沒有核能產業的人 一再使用 跟他買東西 做最便宜 那 這個是不言可遇 把我們當傻瓜 才會被翻盤 然後 這個 美國最大的一個 電廠的一個狀況 他一個關 這關了六床 真的是關了六座了 在這邊 這是剛剛 我修正最近的一個新聞 修正下來 那這個東西 要告訴各位 一件事情 就是 太陽人 絕對是 所有十萬人員的殺手 然後 泰國 泰國現在也 要開始 最近 最近的消息 會有個兩千 就兩G 東南亞會第一名 然後 我們來看 這個全世界 100%靠 再生人員的國家 蘇格蘭 還有一些企業 那奧地利 現在是25% 然後 現在 我們在講說 這個 電價跟 太陽人的電價 同價的時候 會產生怎樣 現在已經是 太陽人的電價 比 目前的台電的電價還便宜 那會怎麼樣 會 遇到更大的阻礙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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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客啊 我們也是我們好朋友 一直在跟我們講 叫我們不要講 反核能 反核能都不要談 因為在 因為我們 下禮拜一禮拜二 我們工會跟商總會有四個名額 進去裡面 那當然 我們也不會去講 反核能 反核 我們絕對不會講 因為核 這個東西是政治問題 是全民公投的問題 所以 在這裡啊 雖然我反核 但是我不會去講 說我反核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假議題 絕對是個假議題 那我們是希望說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問題 要 所有可以動員的政治人物的 你有朋友是政治人物啊 你有政黨關係 趕快去動員 讓這件事情趕快要公投 把他公投 決定掉 要活大家活 要死大家死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決心的話 當然 這個就是 沒有什麼 合不合的問題啦 這樣我們的看法 那未來 現在全世界在發展的 就是 儲能的一個科技 這儲能的科技 就是 因為 歐洲發展再生人員 他們發現 再生人員全部都要輸出啦 那輸出的話 這個 有的人 這個 根本用不到電 變成是過多 所以他要來儲能 這個儲能就是 那來調解 這個 一天24小時的 一個用電 的一個方式 這也是唯一目前 對再生人員 最大的 這一個 輔助工具 就是儲電 然後 剛剛講這一點 就是 行政院11月3號 這一個人 講的那個 你下台了 因為他講的 我就知道說 他活不了一個月 真的活不了一個月 一般 見不得太陽好的人 都沒有好下場 好像一直是這樣 這一個 這個 這個是日本的規劃 日本在2030年 他們是規劃說 整個全球會達到1573G REA是預估 2050年 會達到 3000G 462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德國的發展 這個我講快一點 德國每一年的發展 就是台灣 這 20年的發展 還要多20% 台灣20年的發展是6G 但是在 德國你注意看 他每一年喔 一年的7.4G 7.5G 7.6G 他一直在告訴 這個台灣政府 說你無能 你無能 但是這個 這個政府 他都說真的我無能 所以我被翻掉了 就是這麼簡單 把它翻掉 然後這個 德國的一個電價 一個結構 德國的電價結構 他是很清楚的 他 告訴你 我要跟你收什麼錢 這個錢要做什麼用 那 這一個 這件事情 在台灣 沒有人講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喔 就是說 這個 台灣電 在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他平均每年 兩萬 八千六百多個人 他一直在 人數一直在升喔 但是 因為政府要求他 要這個 減低 減低他的這個開銷 這個 王圖啊 他以前就是董事 他應該更清楚 那個內幕 結果 他們就花了 六七千個人的 所謂的 這個 契約工 契約工就不用繳 繳這個 勞建拔嘛 免退肉金 就騙政府說 你看我 擋下來 你把它整理出來 在三年前 他一年 平均兩萬八千多個人 平均一年 一個人的薪資 一百四十二萬 到今年 一個人的薪資 一百五十七萬 現在他開始要 做手腳 把部門 分成八個部門 連業務部喔 怎麼叫業務部 請問 台灣電力公司 需要做業務嗎 不需要嘛 對不對 那業務部 平均一個人 也是一百五十萬 對一個年輕人 剛出社會 零二十二K 零二十五K的人 情何以堪 為什麼這個社會 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我們的 這一個政府的 開銷花費 會那麼大 從來不去檢討 就是因為 我要領那麼多錢 今天你的人員 不用錢 要來跟我競爭 當然你要面對 更大的壓力 這個壓力是什麼 這個壓力就是 你要做再生人員 我有跟你設施關 但是你沒有 給你關刀 跟你關刀 你也只能長到第五關 沒有錯吧 這個是我們 我們台灣發展 再生人員裡面 非常可憐的 我現在剩下兩分鐘 然後 這個我們 我們德國的發展 我這邊要講快一點 來看這個 一個月一個月的看 這是一整年的 德國的花電量 我把它統計出來 統計出來 統計出來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 這個是第16週 我們來看一下 它 它的發電量 已經跟我們的合一合二 發電量一模一樣 你說它穩不穩定 它是一個穩定的喔 它真的是一個穩定的 大家注意看 這條線 綠色那條線 當再生人員 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 夏季就是有太陽 冬季就是有 風力發電 那這一些 能源的來源 是怎樣 我聰明了 我有念書 我有記書 我知道什麼時間拿來用啊 而不是告訴你 這個不穩定 那個不穩定 這個夏季沒有風 這個冬季沒有太陽 我們政府是用這樣的心態 在教育 人家是說 什麼時間有 我拿什麼時間來利用 我的能源被比 能源發展 能源設計 絕能壽司 做跟著時間曲線 能源曲線的來源 來做設計規劃 沒有 這就是我們 我們這一個 毛先生 人家用老治國 他用毛治國的那一個 他昨天又講了一句話 說 這一個未來會沒電 為什麼 我一直很氣很氣 為什麼我們台灣沒有 這二十幾年來 出不了一個 沒客人 人家沒客人 還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你們聽我嗎 那我 這個 這個 我講快一點 因為 我現在講 你們大家都會睡著 我盡量 盡量 給個鼓勵嘛 好不好 我們講一下 這個 再生人員 你看德國25.8 這是最新的資料 他已經 佔到他主要來源的第一名 第二名 藍美 是25.6 他還大 他0.28 所有的不可 不可能 全部在這個 沒有客人的雜貌 給你實現出來 你們這裡有客人的雜貌 你是要做什麼 檢討 你們要檢討 喔 這樣有 乖 現在這樣看 這個是 達到 你看他在2014年 他的 再生人員 RES 再生人員的簡稱 他已經達到45%了 已經達到45%了 日本的發展 日本的發展 我講快一點 我還有多少 時間到嗎 你們要讓我下台嗎 不要嘛 要繼續講嘛 你再給我舉牌看看 你看 人家不要讓我下台啊 注意聽 我就知道 日本的發展啊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很非常可怕喔 他兩年就達到60CG 兩年達到60CG 可怕吧 你們可以上這個網站去看喔 這個網站去看 他三月份 就6.7G耶 67G的申請量耶 他整年去年是100G 可怕吧 但是他的實際安裝只有 好像是只有十幾G啦 十幾G 所以他後面遇到了 非常多的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下面會講 我會講 那中國的發展啊 中國我最欣賠他的就是說啊 他是事前規劃 事後啊 很清楚很透明的 告訴你 我中間要怎麼做 你不接我的意思 我就要給你好看 他就是 這個政策 所以說啊 他去年多了 把兩萬多個監客啊 抓去關 所以你看喔 連上德也會倒過 第二大第一大什麼都倒 為什麼 中國大都管你多大 你們照我的政策走 你亂七八糟 我就讓你倒 但是啊 他 會自我檢討喔 他怎麼自我檢討 他 因為訂書 什麼區域什麼事 我都查出來了 這個區域要用多討價格收購 又這個說過完 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訂這個價格 因為我用IRR7 去給你 IRR7是什麼 IRR7 這是投資報酬率 大於7 任何銀行都會借你錢 你的融資絕對過得了 你知道嗎 他訂一個讓你可以活下去的能源政策 要你跟國家配合 國家就是要發展這樣 你們照國家來配合 國家不會害你 那台灣是要害你 來你來做 你設公司 你來做 來表 表啊 大家也得錢 大家就鬥 台灣的再生人員的廠商 真的很可憐 像我們當老闆的 我們這個理事長 他的員工 他五年沒有漲價 餐廉靠子 他加50公斤的 買都這樣 因為他靠到這邊 鄭總給我加薪 好不好 沒在調 因為我佔5% 你的薪水已經沒了 就是這樣 這樣的構築 一直在重演 上個月 我去標能源局的 再生能源辦公室的 這一個預算 總共是兩億 兩千六百萬 一年人事費用 我去標 我去到商總 做了商總的理事 成為商總 總全國能源委員會的主委 你知道嗎 我頭我現在一人兩 一人兩 要變主委喔 我就想辦法 要去進這個標 要進這個標 我就去能源局 要講說 欸 局長啊 我要給你標 給你造成你的困擾 不然因為台灣 經濟研究院 台中院 台經院 這些王八蛋的院 每年拿你那麼多的錢 做出 叛黨叛國的事情啊 對不對 讓你們執政黨下台啊 做這些不實的廣告 不實的數據 不實的做到辦公室裡面 上網抄資料 就可以做出報告出來 每年給你領了六七億 這樣的一個單位 每年每年的這樣的領 做這樣的假資料 在幫助你們做背黑鍋的事情 我今天要去搶這個工作 就對你們司令部 說買啊 買得這麼好啊 你來標啊 結果我去標的時候 我問這個五四三的 委員 我本來是要給他 要給他這個會議沒有串 其實他是違法的 因為他也沒有當場 這個議價 我標多少 我標兩千萬喔 沒有中 結果兩千五百萬個中 他就鎖定就是 台中院嘛 永遠就是這幾個 每年拿十幾億十幾億的 會員一直拿嘛 做假資料嘛 今天我們人員會議 全國人員會議 就是他們做出來的嘛 台中院做出來的嘛 多少錢 他還每年 為了我零三成 為了我公會 編了六千萬 請律師要跟我收購 我怎麼跟他講呢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正理事長在接受 繼續告 但是還沒有輸過啦 這個啊這樣講 我講過一點啦 講過一點 第一個 這個 實質措施啊 中國大陸 他知道問題在哪裡 他說 定了很嚴格 還是抓 就是說 政府不做好的 被你公司不做好的 他說 什麼東西都是你要做 台灣不是 台灣都是 我們要做 這些事情 這一個 這一個 已經 到 我們看到 整個人這樣 進步到這樣啊 對不對 我們之前都能說 人家水生火熱的國家 人家水生火熱的國家 我每天都客氣 對不對 我在喝水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可怕的一個事情 好 今天呢 我講快一點 我真的沒有要下去 我沒有在電影 我阿伯的主要用這麼多 沒有讓你們看得到 我真的不看 第二 時間到 沒關係 3.79噸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剛剛你們看的 表格啊 這個表格 我這邊一定要把它踢掉 都是錯的啦 剛剛有很多人上去 什麼11點多噸 我告訴你 這是錯的 錯的原因是我們先把 全台灣的 這一個統計數量啊 這是經 交通部提供出來的 我們把交通出去 我們來換算 平均啊 只要汽車而已 這是吃油的 就一個人 出於2千3百萬 就一個人 就3.79噸的喔 這個是有資料的 那依照 我們IPCC IPCC 你如果有行車 都要行車吧 這個CO2怎麼計算的 好 我們把 發電單位喔 就是台灣電力公司 發電單位 民營跟這個 這個 供應的把它拿出來 算一下 照一張 IPP的公式算 6.184 好 我們來看 3.79 加6.184 多少 9.9 對不對 我們看到的紀錄是什麼 11噸 但是要注意喔 這個只是 汽車 不含公共的喔 不含公共的 不含用電部門喔 只有兩個 交通部 跟台灣電力公司 就佔了 9.9多噸喔 所以啊 我們把它緩推 用這一張 剛剛很多人喔 都有表格 但是他不會用 不會分析喔 我分析給你們看喔 全年的分析啊 他是 用電30.88% 這是說台灣電力公司 他是用6.8噸的 這個人均CO2 我們把它換算成全國的 我們會得到 18點多噸 就是18.86噸 那剛剛有人在問說什麼 叫做2020年的政策 剛臨啦 我跟你講 2020就是 2005年的目標啦 2005的目標就是什麼 11噸 就是說 11噸 是馬英九在2020年的目標啦 然後 這一個 2025年之後 要達到 2000年的目標 就9.7噸 然後 2050年要達到 2000年的一半 就4.85噸 我跟你講 有可能嗎 去跟人員局 跟行政院溝通 他就說 這個是騙你們的啦 就這麼清楚啊 我去跟人員局 開會 是那個張家駐 我一個年輕心 我52歲 見了七個經濟部長 真的喔 我可以背出 盒美외 黃銀山 張家駐 陳磊龍 張家柱 施岩翔 肚子 多一個月 我就跟他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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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年一月跟今年一月要再丟啦 這樣的一個政府官員 真的啦 那時候我們跟我一起去的這個商人 我們都搖頭 我們這個國家 沒有希望 如果你們都還坐到這裡聽我演講 沒有希望 因為聽到議員你都要抓狂 有這種抓狂的 要去打這個人 這樣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 好啦 今天又講到這裡 沒有真的說不完 感謝 好 謝謝那個林理事長 雖然這麼精采 還是 我們還是要掌握時間 那也謝謝林理事長 因為非常大方 就是 有這些內容他都願意公開給我們大家 如果需要再使用都可以在網上下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邀請 叫做陽光阿嬤 以及長期推動再生能源的 中美會執行長來跟我們分享 他在推動那個 太陽能跟那個再生能源的一些經驗 好 我們掌聲歡迎 台灣也有個Milk在這裡 耗能最多的是水泥建築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中國國民黨人都知道 所以他愛死水泥 你擠到哪裡都可以蓋水泥 不是到處有國民黨的地方都有水泥嗎 所以你最好A錢 我們提出來的生態綠建築 我蓋了 七年前 台灣那時候中國人沒有的 我們家怎麼去的 酒頭做對 是不是 石頭阿 土裡都有酒頭阿 做對 上面有什麼呢 土燒的嘛 瓦裝跟那個透水鋪面阿 都會呼吸阿 還有什麼 木頭嘛 不過後來 藏業革命以後 英國以後 我們就有玻璃了 也有鋼鐵了 所以這五項 就很簡單的 人家還沒有只有一張兩張 沒關係 人家都可以 可是現在要高的時候 一定要鋼鐵 跟玻璃 這就是五個綠建築的基本元素 而且還有一個基本的 那個 光榮也提到了 生態綠建築 第一個 一定要自然通風自然採觀 白天不可以點燈 這是德國他們已經訂出來的規矩 所以 水泥建築後人最多 還有西歐圖也最多 可是 我們的中國國民黨 就是愛死他 所以我們到處都是看的 都是水泥 所以耗了多少的 我們的 能力 可是我們的水泥居然 都是進口 人家沒有水泥 每個人都進口 奇怪吧 他們很愛進口 他對台灣完全不習慣 因為他覺得 他不是台灣人 他們是中國人 不能忘記這項 所以不愛台灣人 把他出去 不要把他放在這裡 把他頂到 我們下面的孩子 我一個個訓練 我們台灣話的孩子 已經跟我再走了 所以 我希望從這裡 讓大家知道 那個 台電 還有一個最最 落伍到不行的 耗電 落伍到不行 你都沒注意 四十年人 愛死 你看 人家電話上頭 有一個 那個 那個愛死 就是障礙的那個愛 愛死 四十年前 也是一個 在東方 一個中榮公司 他專門從美國引進 他是美國 引進的 台灣怎麼走啊 引進從 四十年喔 結果 二十年前 美國一直進步 因為這 舊的四十年的 這款的東西 那天不是 新竹 為了要定期清洗 用一個直升飛機 一定要用直升飛機 他要管啊 可是你說要清洗這個愛子 要用最好的直升飛機 impossible 已經沒效了 所以要掉下去了 後悔在天佑他們 沒有死傷 直升 所以像這個就是 在新的 在美國 在三十年前 早就 已經全部翻新了 不必定期 都不必清洗了 新的 那也是火鍋的 都有的 他也進來啊 沒要跟他聽啊 因為他們 台電就喜歡 用這個 然後就下包 讓他們自己的人去做 所以絕對沒要換新的 他們要吃 所以你如果等一下去台電 我知道在那個 台營的那個 總統我後面的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就在打網球 在那裡說 唉唷 那電腦怎麼咻咻咻 我想都沒有 後來我就問 為什麼要咻咻咻 沒人知道 後來在有一次的公聽會裡面 就是這個專總 他告訴我老師 那我這麼愛子 那我沒有啦 我送他 他真靠 可是現在新的 也不一樣了 第一個 完全不會污染的 美國早就用了 所以沒有人在清洗啊 而且完全是零 零障礙 也不必再維修 好到不行 可是他不用 而且價錢更便宜 還好在 在二十幾年前 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 他聽了以後 請他在 雲林 張兵地區 有換過了 所以你如果去那看 那就是新的 已經二十幾年 可是台電還是不肯 第一個 一直在漏電 也漏了三分之二以上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他是漏電漏掉 然後把這個錢 變成他們的口袋的錢 這是一個 所以檢測檢探 先從檢討台電 其他的你們都講過了 就是愛子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一定要更新 我們先從這裡 來 外長 我們哪裡去農 來台電 我拿那個來去 你告訴你 你比較有力 我七十五歲沒有那個力 不過我這次很力 所以我們兩個道頂上 你出力 我出水 還有 台灣其實很感動的一些 我都在跑 是在宜蘭 宜蘭的永續校園 那個時候 范雪尼的時候 當次長 他就跟我 他用我的生態綠建築 去推動 生態綠校園 宜蘭先做了 所以也因為 今天都還在 而且他們 比我還厲害 因為他們現在 宜蘭縣有一個 環保局長 是建築師 這個建築師 跟普通人不一樣 台灣的建築 建築養成過程 真的爛到不行 你也看到了嘛 從葉斯文一路過來 都沒有起初 在德國不是 德國的成功在哪裡 酸鬼教育 酸鬼教育說 一般的時間 是理論 接下來 現場 一定要現場實作 你沒有現場實作 你就不要想混 不可能的 你也必必要業 也找不到工作 是用這樣開始 所以 因為這樣 我那天去看 好感動 他們說 現在要去體育館 現在要去體育館 因為他們常常 宜蘭浩水很多 快點 快點 要打球 要安裝 沒辦法 所以他們就說 沒有人來去體育館 結果我們的 體育館都是用水泥 記得嗎 巨蛋以前也都用水泥 那水泥 他們算一算 宜蘭那個 球場算什麼 一個體育館要四千萬 宜蘭的錢比較小 所以說四千萬 他們錢比較小 他們不會A 跟在這裡 他們不會A掉 純的就是四千萬 他們就想說 欸 老師你上次 給我看過 德國他們都是 就像我們的 中央火車站 玻璃的那個 他們就是用鋼 鋼跟玻璃 就是用風雨操場 用鋼跟玻璃就好了 還用太陽觀點版 其實那裡 宜蘭的太陽觀點也相當夠 因為宜蘭比較短嘛 所以 因為這樣 他說老師 你可不可以再把你的照片給我看一下 我曾經跟他們派過很多在德國的案例 所以 他們照做 他們就是一個風雨操場 那寫過來的 那上面用太陽觀點版 而且太陽觀點版還是 我現在知道 你們宜蘭 如果有在行商太陽觀點版 那些老闆說 他不是跟我們一樣 沒有市場 要躲了 他就要整個散步 所以現在 我們一個才一千萬 全部弄完一千萬 四倍 這還是在宜蘭縣政府 不會A錢 的狀況之下 所以你想想看 台北的這些學校的體育館 去查吧 那我來查這個 那也很出名 也比較快出名 你這樣說 比較快出名 我在你後面就好了 所以從這裡 我們就知道 光是一個建築物 你就可以省了多少的 電 省了多少的CO2 我們都沒做 那我記得你們大家 你們知道嗎 你們LED LED的那個 社會的董事長沒有 你如果大家裝 台方全部用 用LED的話 一二三四做核能廠 我們核電就沒了 他說啊 我也相信 我們都試過了 唉 台電的 董事長 黃仲球 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也跟他做過 沒有人 不成功了 我的學生他 所以 他說 只要夏天 去年他講的喔 夏天 每一個冷氣 少了就是 那不然我們28度 還是27度對不對 好我們就少了一度 沒他做也真 核市長 就不必了 他說的喔 台電董事長 他自己說話 沒算話 這人敢是男朋友 閉嘴 他沒有嫁師 嫁師 沒有關係 跟人的感覺 有關係 唉 說到我們的綠能 因為從19 因為本身 我只是1963到67 在日本念了 射擊 我喜歡射擊 我喜歡畫 那個時候台灣沒有 只有日本 別的地方不容易 回來以後 再實踐 我回到母校 到了 後來 有個機會 因為我嫁給我的先生 他是劉德的 有個機會 我碰到德國的一些教授 包號是從哪裡來的啊 可是不對啊 我在這邊學的包號不是那麼一回事啊 所以有個機會 從1972開始 我們每個暑假 都去德國 我為了包號是去 才發現 我給日本人配料料 日本人二手無故 不是不入流 完全錯 所以不要再學日本了 日本真的是 也是我們的整個地球的 破壞的禍首之二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日本 包裝過度 蓋了 都要大間 空間多大 都浪費在那裡 你看電視 他們的電影 連一個朋友 最要緊的是那個朋友 跟那個研究室 結果他們都大天 大間不在做什麼 然後整天醫生這樣 整排的來 又黑黑丟這樣去 空間的浪費 最厲害的是日本 可是我們還一直在跟著日本學 跟韓國學 不同的台灣人 最好的都在這裡 而且其實我們有很多 我在北科大 也培訓了很多的 建築師 都年輕的 我們直接去德國 我們跟德國的姐妹校 我們送過去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其實好的 紀念也很多 都帶我去 很多你看得到 不是方塊的 都是各種不同角度 都遇到太陽的地方 那個就是 生態旅建築 我們又是被 學觀山勾結 今天會來這裡的學 大概也不是 勾結的人 勾結的不會來這裡聽 他不在乎的 所以你也知道 我們的綠建築 是北長 陳大的林憲德 我子民罵 他不敢打我 因為他的老婆 是叫我師母 他不敢打我 他氣死我了 我說雨水儲存 系縫 你也不敢 你去看瑞士 80年前就會 π,你不敢 你還看臨家花園 班橋 幾百年前就 鋒 así 寫屋頂啊 你搞到平屋頂 所有的建築 沒有一個是單一 單一材料 一種複合材質嘛 膨脹係數是不一樣的 最後 灰燃一曬了以後 西風就出來 跟你的水氣一樣 水氣是硬的啦 你的牙齦是軟的啦 你黑白 後面入水氣後就 西風出來 煮牙了 最後掉下來 那個叫做牙皂病 一樣 可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的教育失敗 從開始你就失敗 一本嘗試都沒有 背那些有用嗎 我們背來背去 從小到大 考試的都是 天保年金的門家 我就去背 從小 所以我當這個廣場 我第一個晚上上去 我說 每天你們都背著長河 黃河流浴 長江流浴 關我屁事 可是 請問在座實踐的 跟民船的同學 你知道我們前面那條河是什麼嗎 沒人知道 台北有兩條河 也沒人知道 BI 這個就是我們教育失敗 是關鍵在教育失敗 我們要重新開始 可是不用擔心 當這些年在德國 德國為什麼會成功 關鍵在哪裡 溯源 它溯源丟 所以在後來那個 發現到要太陽能出來了 就是橙羅皮發生了以後 1986 他們全部 連孩子喝的牛奶都不能喝了 全部都是輻射 你看 橙羅皮在外圈 德國在外圈 而且 連胡蘿蔔也汙染了 胡蘿蔔是A 維他命A 胡蘿蔔素 跟牛奶蓋 孩子沒有不行的 他們發現事態嚴重 我知道 時間到 看到了 回到外圈 你一個好嗎 我還五分鐘就好 有油 看油啦 所以 現在也是 男人也能量一下 女人 所以 他們就開始 當時我覺得很感動 是德國怎麼做 嬰兒 孩子的營養不能 所以 他們 德國整個政府 去沒有污染的國家買牛奶 然後 用他們的納稅人的錢 就是 他們的錢去免費提供給孩子們喝 這是一個GOT的政府 因為 孩子們沒有牛奶是不行的 是這樣開始的 我舉個小例子而已 那 從這裡 他們就發現到說 我們一定要有新人員 所以 全力 所有我那些認識的朋友 從物理系的教授到 所有的機械系的連法律系的 全部進來了 為什麼要全方位 先立法 要修法 他們發現 他們是建築法規 有問題 當我要把太陽能弄上去的話 有問題 全部改 而且 德國的法律是 六年 就一再修改一次 全面討論 全面討論的時候怎麼做 以目前 現在這一幫 好不做柏林幫